必须要对某某好 是是是 那以后家里钱谁管 他管 那饭谁做 饭他做 不是 饭 饭是我做 那卫生谁打扫 卫生我打扫 姐姐 我再给你个红包呗 你把门开开呗 差不多行了啊 时间不早了 这么狠价 我告诉你 今天这规矩必须给他立下 不然这村没这儿垫了 他这人不识斗啊 说他注意点 立规矩 释手空拳 就想娶走我的女儿 咱们提几个条件的 还不是应当应份的呀 是不是 什么是三从四得呀 我不知道啊 我告诉你啊 这心好男人的三从四得 我提醒你一下啊 这三从呢 就是萌萌出门要跟从 萌萌的命令要 服从啊 对 如自可教 接下来是萌萌说错了呢 要 不知道 要盲从 怎么这么经不起表扬啊 都一个多小时了 我进去了啊 行了 我都记下了 刘萌萌 你开不开门啊 脾气还挺大呢 这我们怎么敢 放心地把文明交给你 最后一关 你再表个态吧 表什么态啊 单膝跪下 当着大家的面求婚 跪什么跪啊 男人气下有黄金 跪天跪天跪父母 都一个多小时了 玩碰了没有啊 刘萌萌 我问你一句话 这婚你接不接啊 要接就赶紧出来 不接我可走啊 我说他这人怎么这么不识斗啊 人家婚礼都这么闹的呀 我输了他这个人不识斗 你看你过分了吧 好 我数到十 你不出来我就撒悠娜娜 反了他 大喜的日子谁让我不痛快 我让大家都不痛快 一 二 三 又不出去看了怎么办 妈 铁铁都在呢 都丢人呢 你这么出去哪才叫丢人呢 赶明儿 他还不敢接你博上阿世啊 你这 爸 酒 酒 吃 大姐 送你了 小头 我们回去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小叔 不结婚了 不结婚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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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姐夫啊 上车 忙着呢 忙着呢 姐夫不结婚了 怎么不结婚了 不结婚了怎么回事啊 等会儿打给你解释先上车吧 解释什么呀怎么 你都说清楚了 我们都交了问题的钱 请你家来参加婚礼的 接着呢 上车 你怎么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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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没人啊 没人啊 找找没人 找找没人 来来来来来 你怎么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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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娘家人 我们都是她娘家人 真不结婚了 都是娘家人 太好 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啊 这事真不怪我 我去接芒芒了 她不开门也不跟我走 这这 你问芒芒就这事真不赖我 对了 你怎么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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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打你也打了 消消气吧 这事就这么算了 小苏 算 算什么算算 好了 咱们心平气和的好好想一想 看看有什么挽回的余地 没余地不挽回 这事没商量 我 说什么话呢 混蛋话呀 我告诉你 你想想 你是拿 拿结婚单门戏啊 为了你买房 你姐把婚都离了 为了你结婚 你姐 你姐都离家出走了 爸 这话不能这么说吧 怎么说呀 我姐咱们走的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 你要不逼她她能懂吗 行了你们都消消气吧 干嘛呀 别翻旧账了行吗 想想怎么处理问题 对 你接也好 不接也好 你给人家一个交代 必须得接 要接你接 说是不是混蛋话呀 我 你今天必须给人道歉 道什么歉呀 我又没错 我 红包都塞完了还要下跪 凭什么都顺顺着她呀 我受告了 这辈子我就是不娶媳妇 我也不娶她这种媳妇 有这功夫还找我姐去呢 我在这儿花钱扭迹 我这才叫没良心呢 说什么 说什么你 说什么你 你姐没事 你先把你自己的事处理好以后 然后我们再说 你见着我姐了 没有 我只知道她现在挺好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找到她住的小旅馆了 在哪儿 让我去看看 不用了 是非已经把她接走了 是非 喂 是非怎么跟她搅拷到一块了 不是您想的 八蛋 我就知道她对我姐妹呀 好歇 那什么 我出去的 不能出去 先把事解决再说 还要解决什么 不是说好了不接了吗 不接了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 还要交代什么呀 这事闹到现在是他们家责任 他们家无理在先 你帮林小苏给我出来 出来呀你躲得了吗你 小苏啊 小苏 你把玩意儿开一看 快出来 快出来 林小苏 你想怎么着 什么叫我想怎么着 当初不开门的时候 你们想怎么着 到现在又来问我来了 怎么说话的 有这样跟长辈说话的吗 婚都不结了还长辈什么呀 这 麻烦你别长大 小苏 麻烦你了 你就是流氓家无赖 我就是流氓无赖了 怎么着 你们想干什么呀 是不是想打架呀 放架 小苏 你乱点什么呀 小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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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家 谁你亲家 你看看你的好儿子 是 都要卢起胸头打人了 这叫赔礼道歉吗 是是是 怪我怪我 是我 教子无方 这样吧 大家屋里坐 来 有话好说 来 坐坐 请进 请 请 来 亲家 大姐 来 里边 来 来 亲家 咱们是当不成了 是 不 说说 接下来怎么办 这个 小苏 来 给你妈道歉 爸 对 您岁数大了记性不好 您忘了 我妈生我的时候就去世了 今儿又不是齐鸣节 等到了齐鸣节我再给我妈磕头去 你看看 你们都看看 就这个有人生没人叫的东西 我家萌萌真是瞎了眼了 我家萌萌 我家萌萌 又是你 怎么着 行 行 行 有什么话您冲我说 责任在我 我知道 是我们不对呀 这婚礼呢还办 砸锅卖铁 爸 站直了跟他们说话 第三吓死 哈啥他们干什么 没有必要 我的事您不管 您坐这 爸 坐这 这个屋檐下 到底谁说了算 我说了算 我告诉你啊 咱们两家今天就算两清了 我们家妙小 成不下您这尊大夫了 您啊 该干嘛干嘛 行了 谁跟你两清啊 你让我们刘家丢了这么大的脸 你就想两清了 你还想赖上我是怎么着 当初是谁死气白烈地追了我们家萌萌 大鼻涕一样粘在身上甩都甩不掉呀 真是 我林小苏就是一大鼻涕 今天让你们刘家终于给甩了 高兴了吗 高兴 我当然高兴了 高兴的我都要烧高香了 我们家萌萌 再也不用落在你这个混蛋的手里了 我求您了 您赶紧烧去吧 来我们家闹什么 赶紧快快 你得赔我们家损失 民意损失费 婚礼的钱 装修的钱 还有你全都退回来 这么谈就谈崩了 不谈崩你想怎么着 就这家子能解气吗 真的容我说两句好吧 我觉得这婚呢还是要结的 有什么要求呢你尽管提 我就是砸锅卖铁 也想让孩子了了这心愿 好吧 爸 你别管 要钱是吧 行 把那装修先撬了去 剩下的钱该是多少多少 我一分都不少给你们 但我现在没有了 我给你写个欠条行吗 我林小苏就算卖钱也一分钱 我都不欠你们家的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不行 我要献钱 你没钱是不是 没钱行了 拿房子 拿东西顶 给我上 行了你们冷静点 这还有孩子呢 今天这事小苏不对 他冲动了 做的确实有些过分 但是我觉得你们在这吵 在这闹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对 你是谁啊 这是我姑爷 还姑爷呢 少一钱字吧 一个钱女婿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有没有她说话的份 也轮不到你说 这是在我家 是是是是 看来 你们林家是真没人了 一个钱女婿 都拉来撞绅士啊 您看您这话说的 没错 你们人是多 但是有理不在人多少 更不在声音大小 你们来这儿是为了解决问题的 肯定不是为了来打人的 我们都冷静一下 好好想一想 您考虑一下 是您女儿的终身幸福重要 还是为了出这口气重要 的确 我已经不是这个家的女婿了 如果您觉得我现在 在这儿说这个话 有什么不方便的话 给您道歉 对不起 爸 我带小彤先走了 小彤 心平气佛的梁 别动小彤 快乐 放在冷静 我可ieved imming 爸 어지 这是 好 行了 别哭了 非得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你们双方家长都在楼上 小苏也在 好好商量商量 行了 上楼吧 会有办法 别看了你们 没什么可看的 走吧 回家吧 好吗 谢谢 亲家 我觉得啊 就是李奥 不是 就是我那个前女婿 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为了蒙蒙的幸福 这婚呢 还是得结 说的什么道理啊 嫁给她 我女儿就终身幸福了 就终身不治了 是 这事咱俩看法一致 蒙蒙来了 蒙蒙 闺女 你怎么来了 不是让你在家等着吗 你看你 坐坐坐坐 坐 坐 大姐姐 孩子 别哭别哭 妈呀 今天一定跟你讨个说法 你说 让他们怎么赔 赔多少钱 你说 你说呀 让他们出去说 你 给我出来说 那个月 于婚闺女 你 别哭啊 你怎么一哭 爸妈心都枯碎了 你放心 妈一定给你出这口气 啊